长盛将近SKT的三星即将对阵的是MVP 其实现在也有说过 其实不论是解说哪一个赛区 现在进入到比赛 每一场都至关重要 不论是小分还是大分嘛 所以不论是2比0还是2比1拿下比赛 每组队伍更加的想说的是 能打出更好的成绩 能2比0拿下就力量2比0拿下 而且 就其实现在全球赛区 你发现很多暴冷的比赛 就真的大家都鼓起勇气 就鼓起力量就打着一波 虽然不管是宝级还是晋级游戏 就你很多倒数第一打赢正数第一 真的就包括以前空东MASTER 太多了 还有国内的假精神赛也是 而国外的LCS也很多 你发现真的大家都是怎么讲 就虽然打不进级游戏 但是他那种勇气就将他的力量 在自己已经没有这种去 冲击以后在一个压力的时候 胆量更大了 发挥的会更好一些 因为没有那种压力在身上的时候 你敢选什么阵容 就都可以打出一个阵容的一个作用 对的 也就是如两位姐叔所说的 就是到了这个时间点要季后赛了 很多感觉自己成绩不是很好的 想说那之后的比赛 既然无关到自己的成绩的话 那多拿出点东西试试水 反而打出奇效了 就把自己该有的东西可以展现出 就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压力 对吧 就你可能常规赛的时候 前半段你觉得 我现在想去取分 然后打得比较稳 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不太敢去拿出来的 对 因为很多选手训练赛很强 但一到比赛里可能还是会紧张 如果没有了这一分紧张的话 就是可以把自己所有事里发挥出来 对 而且其实 目前Riotor对游戏版本更新的频繁 也是导致现在各大联赛 很多队伍的 对他们的胜负关系有点关系 因为很多队伍之前说过 有他们的打法 那每个队伍的核心位置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又比下来到了7.5版本 其实感动也是非常多的 那其实拳头这边更想知道的 就是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一些英雄上场 更多的一个套路出现 就每个版本强势的英雄肯定不一样 我像7.5之后 之前就一直活着的 维鲁斯可能现在就不是T1的一个选择了 就包括其实现在上单为止 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英雄冒出来 就是包括之前冒出过 有上单一个小鱼人 就小鱼人这个英雄的话 在LPL赛区也是有出场过 就之前在IM对阵EDG的 直接一个中单的小鱼人 是把对面的一个盐阙给制的不要不要的 是 就你中单可以拿出 其实上单最近也有 对 上单小鱼人的话 他可能局限性更大一点 他在面对一些坦克型前排的时候会比较好打 但是真的像你面对什么 蓝波这种的英雄 你还是会被压得很惨 你说到蓝波最近很多战略都在想 到底比赛里不搬蓝波 我拿什么打你 就所以你打到现在 大家都好像只看到了一个卡面 有点机会 其他上单都很难的样子 你可能打蓝波 你线上不太会有太多的英雄 像凯兰这种英雄可能比较好打 但是在没有这种远程型英雄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择一些带线型英雄 就是我不给你打团 你蓝波强在团战和一个对线的实力 但是你在中期的一个四角分带在上面 是比较弱的 对 因为他很危险 很难逃生 对 你必须丰忙跟他打 对 而且很多处理蓝波的话 可能召唤自己的打野去进行一个针对 或者在中后期有一个奇效 因为发育不起来 蓝波还是 对 这种策略 对 很是吃装备的 也是说了这么多目前版本的一个情况 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今天第一场比赛 Rock Tiger打SKT 那SKT也是说了 这个十连胜之前被三星 上周被错了一下这个咽气之后呢 今天来到这一周的第一天的比赛 那对于SKT和Rock Tiger那两位 有什么样一个见解 Tiger最近的话也是好取三连胜吧 对 他们的一个状态也比较好 特别是在他们的一个 中单Miki的一个状态回归之后 他们整个队会打得更有冲劲一点 但是SKT我想了一下 他在刚刚被三星2比0之后 就KOMA当时那个脸色 就是你可以发现 就是接下来的对手 他们肯定就不太敢去 就是玩之前那种 就是玩得比较花生的打法 要很认真了 对 应该会比较认真 因为毕竟关系的就是自己 如果你输给三星之后 再被干掉 那可能你对于自己的一个士气 影响会比较大 就上次他跟三星打的比赛 都是抢了一个爱琴 那其实在7.5 确实有一个爱琴 是一个首抢的一个ADC 是没错的 因为维路斯有削过 迈希也很强 然后呂锦这种英雄 他也会被压下去 就没有人敢选择 那还有一个卢仙 手比较短 更加简单打 只有一个EZ Eazer round 对 那三星是怎么做 三星是拿出EZ之后 配了一个卡尔玛 否则今天可能下落 应该要去把辅助争夺一下了 就重新回到卡尔玛那个下落了 我觉得 对 关键是今天这两场比赛 他们这个辅助Key和WARF 两个人都特别爱用卡尔玛 特别是Key 他首第一个英雄就是卡尔玛 用了8场 然后胜率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其实对于这两支队伍 我觉得看点还在于 中单Miki和Faker的一个对决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 英雄池叫英雄海 都是在各大比赛当中 可以看到就是 特别喜欢用花里胡哨的一些英雄 看点还是很多的 他们在之前比赛中 分别是用了 都是用了12个英雄七打中单 其实已经算很多了 对 而且到了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也不太好说 7.5毕竟 对于国服玩家来说没有多久 但在联赛上已经停久了 那很多东西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其实之前可以看LCS当中 露露这个辅助我觉得特别神奇 变成辅助一戒了 这是最有意思的 我们先看一下 目前联赛的一个排名情况 也是前面说了 SKD目前还是在联赛第一 只是比较可惜的十连胜中矩于这个三星的一个2比0 那第二的话呢 也是这边的三星 三星现在状况真的非常不错 在这个之前被阿菲卡打败了之后 那迎来了他们的五连胜 第三的话是KT KT我觉得最近有点下滑 对 迎来了三连败 是CondoMaster MVP和三星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 我觉得MVP有点制KT 你发现没有 就是我发现就是SKD是被Africa统治 然后KT是被MVP给制裁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生态链有点意思 生物链总是能跟上去 就跟那种动物棋一样 对吧 对 后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没有说到MVP 其实MVP最近的状态也是有回暖的 渐渐地迎来了他们的一个四连胜 之后的话呢 就是Africa Africa现在在一个 我觉得在中游T队还算比较稳的 渐渐地稳住自己的态势了 刚才积分榜上的上面的PO 应该就是三支队 我已经确定季后赛了 所以可能今天MVP 也是需要去把这一圣给拿到 他可能是要拿一个小场的胜利 就有机会在季后赛了 对 因为他是小分比较少 就是KT你可以看到 虽然说他们KT和MVP的 一个胜场数是一样的 但是在小分方面 KT是领敬他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KT输的那两场 是让他季后赛有点难受的 是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Rogues Tiger的 一个首发名单 好 这边还是上的帅哥上单 那打野的话上的是 Mate Bear 对 其实他这个选手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男枪胜率特别的高 而且其实他上场的次数 并没有特别的多 但是使用的英雄不是很广 其实还是上周比赛也有看 就是他的一个发挥的 怎么讲就不太稳定 就他有点神经 他就发挥好的时候 就是能够整 就是整齐自己的整个队伍 然后带起节奏 但发挥不好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点莫名其妙 就是会送头的 就会比较迷嘛 对 会比较迷 所以今天一定要看 他的一个个人发挥了 因为他的发挥影响着他的中单 就是两个人能联动整个队伍 然后他们今天的队是SKT SKT上周的比赛 还是野辅联动 我觉得是没有做的 那么跟以前那么好 在没有盲僧的情况下 拿蜘蛛好像是没有太好的效果 那今天首发名单位是谁 看一下 好 今天是互利 上互利套 就是就算你野辅联动不起来 上野至少也能够带起节奏 对 就会在上单这个点上 会多一个就是站出来carry点 可是Profit打得会比较团队化一些 对 Profit其实打得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听从指挥的一个选择 那上互利套 我觉得今天SKT 在阵容选择方面 可能会更加激进一些的 的确是很多选手的出场 代表着这个队伍这一场 可能说打法会有 风格会有所改变 对 而且可以看到互利 其实他在英雄的选择上面有很多 但是看了下他这种坦克型的胜率 不是特别的近乎人意 特别像泰坦 就是为什么互利出来 会让我们感觉好像SKT 打法会不一样 因为其实在进攻性方面 我觉得互利可能会做得更多一些 就是他会让整个团队的 一个选择更多 就他在线上的强势 就是相较于Profit的话 会打得更大的一个激进一些 他游走会偏多 我们看一下 最近的两支队伍的一个胜负情况 就SKT这里一目了然 我以为因为都 一支都是连胜 然后一下子就被终结了 这边Tiger的话就 也是三连胜 对 最近迎来了三连胜 状态也是渐渐地在回升 而且他胜的这三个对手都不弱 这三个对手的话 实力都还是偏强的 是的 一个巨人杀手Africa 看一下 这个圈的话 还是一个全面的统治 对 五毛星的分图也是 也是无奈 因为本来SKT就是现在联赛第一 章机好 这KDA肯定是必然高的 正常 又是一个夹心饼干 但其实两边的一个 更像偏向的会像 打野这边多一些 然后AD这里也是 就有点像其实两边 对 那上周拼乱的是没拿到盲森的 不知道今天面对RASTAG的时候 能不能拿盲森 看一下他们分组 分编的话等会应该会有出 谁在蓝色方 小花生的盲森的确真的有意思 就是别的选手拿盲森 胜率就很低 然后小花生的盲森胜率贼高 两边就是说今天的看点了 Mickey和Faker两人 总单位 是的 你可以看到Mickey 其中有两项数据都是排名联赛第一 其实他有一点很有意思 他的参团率是LCK最高的 同时他每分钟的一个输出也是最高 但是KDA是比较 但是其实从输出来看的话 Faker也只比他少了一点点 是 他第二个 但是MVP点 Mickey拿了更多一次 就Mickey这个选手就是 他输出会打得很粗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冲上去 把输出打完就死了 所以他的KDA比较低 对 就是可以看到他参团率吗 参团率全LCK第一 74.6 这什么概念 就是每一波团阵基本有他 那可能他的生存环境 就没有这么好顾虑了 他会非常的想去打输出 但是对自己的一个死亡 可能不是太不关心 但是Faker的话就是 会去找一个最佳的输出环境 所以说KDA会比较高 但他确实必须这么大 你看到为什么MVP点数那么高 也是因为他没上比起来 都是他站出来 才能够胜利的这种感觉 所以今天依然是中路较为关注了 Faker很少看见这么认真的一个 很认真 抱胸了 这个表情很少看见的 一般都是就是面无表情很淡定那种 但今天确实不能输 我觉得是对SKDA来说 你可以说实际 就其实积分上面无所谓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 关乎一个队伍的一个实体 网络这边的话还是很轻松的 他要肯定开心 你这句话说的 这不也联动很重要啊 是是是 两边教练都已经进入选手房了 马上带来今天LCK的第一场对决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好看的 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 不是季中赛马上要进行了 是不是 跟大家好好预告一波 那入围赛阶段是4月28号至5月6号 也就快了嘛 对吧 很快了 很快的 在圣保罗的这个举行 所以到时候我们在中国可以看一个转播 好 今天 哎 教练 KOMA是换了衣服了 从队服换到西服 今天好严肃啊 感觉上 好 来吧 对 好的 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场对决 那蓝色方是Joke Tiger 红色方是SKT 那蓝色方的话 我觉得Tiger打野方面应该会比SKT 能够有一个优先级的选择 SKT上忽利的话 这个蓝波是肯定不会给你的 是 直接是先搬蓝波 反手SKT是回进了Miki的一个颜鹊 是的 你只要中路核心的阵容 就基本上带节奏的英雄都要把你搬掉一两个 之前Tiger获胜的比赛里面 Miki的颜鹊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 对 你发现最近就是不是那么强的 然后想 这个小羽人感觉是给他忽利的 对 因为你毕竟上的是一个就是偏进攻型的一个上单 所以说你这种进攻型的英雄的话 我肯定是要封锁掉的 是的 因为最近其实很多战队面对强的就这种上单很强的 就是把你的强势的对线封锁掉 让你拿坦克 然后你其实节奏不会比我快乐 快到哪里去 但是说句实话 忽利他拿坦克英雄打的也是很激进的一个打法 是认真的 刺客性坦克 把这边反手是把晒的泰坦给绊了 就你不让我拿进攻型的 那你也别想拿一个太舒服的 那这样很开心 三个进攻型上单 这真的很针对了 已经就针对的是忽利 但拼纳特就可以解放出来了 对 就上周拼纳特就没有解放出来了 说句实话 去绊了上的泰坦 山这手圣还在手里的 他这个圣的胜率也是贼高的 大家一起把圣搬了吧 表情好难受 这啥情况啊 你这个针不针对不好吧 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这本来玩的就是坦克 你就把坦克也搬了 最后搬了一手蚂蚱 泰克这边 迈特贝尔的蚂蚱胜率 刚才有时候很高 那他个人发挥应该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会不会是手抢 这边一抢是要给到小K的杰拉吗 我是觉得这样 给了杰拉 必要性没有那么大 因为你辅助手抢之后 SK其实下路比较偏保守一点而已 其实这时候选手 让我感觉洛克有刻意藏一手东西吧 就没有 因为这个杰拉抢的 其实在目前版本杰拉抢的 用心机根本就没有 就大家 辅助方面来说的话 还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说 没有骂刀的情况下 你抢杰拉 问题不大 我觉得问题是不大 如果说你卖特贝尔的蓝枪胜率很高的话 这个一抢 给到蓝枪的一个性价比 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好了 这边反手SK是直接把寒冰锁下来之后 那你的蓝枪就不会给你了 对啊 那这样给卖特贝尔能选择的 之前他上场用的蜘蛛的胜率 不是特别的高 还有一手就是雷恩加尔 还可以 应该是雷恩加尔比较好 你如果还选择 比如说蜘蛛这种类型的 你前期蜘蛛都没有 后面就没有打 但是雷恩加尔至少在中后界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坦克能力 看一下 这边还在犹豫 要不要去选一个狮子狗 先把乌鲁斯选出来 下路组合 杰拉加乌鲁斯 抢了一看 SKD如果下路辅助不是 前期去抢卡尔玛的话 他下路也会很劣势 所以说他一定要把卡尔玛来的手 这边是要把杰斯抢出来 决定的对线领先 你可以看到这两手全是对线 亮了一下我的英雄池 这我觉得没有必要跟Micky去抢了 对 Micky就是说 我现在你针对不了我 我先亮一下我的英雄池 我先告诉你 对 我再去抢一个狮子狗 这一手狮子狗应该是一定要拿的 因为不然在后两手后制为班 我一定会遭到针对 这麦特比尔就很难受 那看一下飞客能不能让他 飞客说你在我面前 你在面前秀 对吧 就飞客现在可以全英雄点一遍 然后再给你选出来 来不及 你来不及时间 来不及 没多少时间了 15秒 卡尔玛吧 我觉得 如果你下路不是那么优势的话 你真的跟上周一样的结果了 卡尔玛在整个SKT的一个体系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无论说SKT是想打哪种 纯进攻无前排的组合 还是打一些常规体系 卡尔玛都是他们非常注重的一个点 对 最关键的是WARF的卡尔玛 他的胜率是高达本分率90 出场率很高 胜率还这么高的情况下 对 而且WARF这个人大家知道 就是很喜欢做一个视野把控 他选一手卡尔玛 带动节奏的能力也会很强 我觉得上周就SKT吃了卡尔玛的亏 就下路竟然是连发育都没法发育那种感觉 SKT这一手直接扳了一手凯南 上单进行封锁一下 那还有一手肾还在 反手的话 Micky这边开始针对一下Faker 扳掉了发条 说实话 晒用凯南的次数很少 就用过一场 那确实对这种老选手凯南应该是比较上单 但我觉得可能是SKT这边上单 哇上单位是被全被封锁了 还有手肾 你半不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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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T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忽力就是以选代班嘛 但其实肾真的 选择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好 就整体这种来讲 南枪的话 他当然其实我是觉得SKT应该不会放肾 搬了船长 搬了船长 对 他也有可能就是我就是这样搬 我拿一个我船长好打的 但是这边最后一个进攻击英雄被搬了之后 那SKT就以选代班了 以选代班 肯定是这样的 我把肾抢了之后看你去选什么来跟我打 我觉得TELUS就是 他是逼着SKT选肾 就是我把船长都搬了 你上单肾无敌的 你选不选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拿一个中单游戏 贾克斯 对因为上单常游戏的英雄笑了 是他自己知道能拿什么去打了 这也是晒当年的成名英雄之一 对 还有一首杰斯 换最后还是换了 换鳄鱼 稍微稳一些吧 毕竟贾克斯风险性还是比较大 就一旦这个点前期没起来的话 可能你中期就带不起来 对 贾克斯一定得前期有一定优势 然后通过带线把局面打开 对 那鳄鱼的话 至少在团阵的时候也能够撑起一个坦度 那这样来看 贾克斯有点双代性的味道 这样 我们已经量了一手男刀 那如果择了男刀之后 可能差一个这边 AP的输出点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 基本上就没有 对 基本上就只有杰拉一手 杰拉还是 辅助成型装备会很慢 那你拿一手男刀的话 其实SKTB上又可以用时光 时光加卡码码双加速 配合着有前排加双枪的一个输出 是可以的 但是看一下这边的话 想用一个蛇女来封锁 对面的一个三突进阵容 我是觉得你中单能打难中的太多了 英雄是绝对不会被封锁掉 本来就是BP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上单特别的不友好 在中路的选择方面 两边英雄池都非常的深 那其实Faker这个蛇女的话 面对对面狮子狗男刀 加上一个鳄鱼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说你敢突我 我就封锁W 不完W你就不要走了 你就跟我硬钢就行 主要他中路如果单单是一个蛇女 去应对对面阵容的话 其实不够 但他上单是一个肾 比如说对面就算 那你就来抓你的中路 你抓不住 双盾加加速的话 这个蛇女输出环境是非常舒服的 就前期他中路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危险 对 因为他打也是一个刷子嘛 所以前期一定要队友能帮助 那有上单的一个肾 就是没什么问题 两边这种选定 我们来看一下上单 在全线被封锁的情况下 善选择了鳄鱼对抗忽尼的肾 那这个对决的话上路一旦崩掉 确实冰线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鸿尼的个人能力 这个其实很崩的 就是鳄鱼打圣的话 其实两边都不太可能打出优势 可能线上面鳄鱼前期会先压制一点 但是你真的想击杀圣的话太难了 畢尼的一个打也是一个AD伤害 不是AP的 如果肾不崩的话 后面来讲就鳄鱼是打不动肾 就基本上追着你打没有任何意义 这条线你是带不出去的 对你带不出去的 那AD方面的话还是艾希 SKD最近都有去用艾希 那这个版本我觉得艾希是没错 但好像在BEN手里 艾希是没有说打出太好的优势 但今天下路选的是一个辅助卡 那我觉得SKD下路 应该会像他之前一样发挥的比较好 因为线上强势还是很重要 因为对方的一个威罗斯加吉拉 还是很强的 是 那两边阵容都已经选定下来了 我们稍是等待一下 就会带来今天的第一场对决 然后参与和SKD 好的 现在这边的收看的是2017LCK撑击赛的比赛 带来的是Tiger和SKD的第一场对决 SKD的上手入听做得特别的凶猛 这边过来应该坐有视野应该要走吧 对 SKD终于在前期做点文章 这边直接点睁眼 而且这个睁眼的话对面应该不知道 刚才是一个肾把对面的人赶走之后 这个带着睁眼的人才过来 SKD应该是想利用这些视野 把他前期F6的一个优势给打出来 就你尽量是掌控对方打野一个动向 让南枪好入侵野区 其实对面也是入侵过来 给你的一个野区坐上了两眼 这场视野的话 其实双方都没有吃很多亏 但SKD应该有差距到 所以看一下南枪 南枪这边还是在等 还是想打对面F6的 这个走位的话 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去 应该是要从对面的一个F6开 那这样如果狮子狗 一星狮子狗现在视野是看到对方野区没人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 我是觉得他应该会直接去对方野区 应该没有说会再回到自己野区了 而且有眼 这里是 有眼已经看到了 对 就是Miki放了一个视野 上周比赛 大家已经看到视野影响打野有多重要 其实你有时候不一定要去反野区 你只要做个视野压制住 也可以让对面的打野很难受 是 哇 Miki强行推荐 是被神力打了一场 其实神力打击这种近战实在太要打了 就是 我看近战对长手 前期都是很难受的 是 这边的话 狮子狗打完自己篮直接是来到对面的一个上半野区 那双方基本上就是一个换buff了 互换了 前期看到SKD这样的入侵 你必定知道自己下半野区是被铺满了视野的 那这个时候直接去入侵对换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其实这样换野区来讲 对Miki是比较伤的 就Miki现在在中路本来选量就比较低 然后下半区视野他又控不住 就还好 他就靠着上半区站这种 双方就是 把一个横向野区换成纵向野区 就是换一下 好在Miki带的是腐败药水 那在对线上面有一定的续航能力也还好 关键是下路 SKD这边可以看到小地图压得非常的深 对 也是知道你们就是纵向野区的一个刷野 所以狮子狗对他们下路的压制能力 基本上没有 没什么危险 知道你的一个打野在上半区 对 那其实这样对SKD前期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毕竟第一条小龙的话是一条火龙 如果SKD能够持续地控制住下半区视野 那等一下肯定是有个打龙的先手权的 对 而且如果他们一直在压线 然后在他们这种阵容对方这种阵容下6级之前拿不出优势 6级左右是拿不出优势的话 那其实TIGS前期团是有点难打起来的 对 一直被压线状态比较低 上路来看好像确实忽逆的对线勾复还可以接受 是血量非常的健康 就打鳄鱼我不跟你换血 我觉得捕我的塔刀 你这个鳄鱼加狮子狗一辈子也别想约我 鳄鱼光一个W的高爆发就会剩一个W挡了 就没有任何伤害了 就只要我剩留着W 你这个狮子狗永远不要想来约我躺 南枪跟狮子狗换完野区之后 还是对对方的野区做了一下视野 然后再回城 也是要持续控制这个下半区 对 看一下第一条龙的属性火龙 必须把下半野区视野控制住也是比较好 不得不说上周吃了那个哈路的亏之后 现在你看皮娜的视野有多敏感 哇真的 马上绿色的打野刀补出来 好多的视野 他现在应该出来的话 先看一下这里上半野区还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继续去控下半区 因为毕竟自己的那个真眼还在 对面F6R口中的那个真眼 如果说能够保住的话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已经四分钟了还在 他直接是往下半区赶着 就还想去保眼 但是狮子狗这一波应该是会先看到那个眼了 他没有选择从F6走 所以绕过了这个眼 绕过了这个眼 但是没有绕过中路的眼 很有默契地绕了过去 那这样的话狮子狗的一个位置 其实是被蓝枪看到 这边要直接天脸打吗 看一下预判一下了一个狮子狗的位置 这个眼没有看到 贴脸上来直接硬打 这波的话 对面那个中弹已经回家 那麦特伯尔这一波的话 要直接被追着打 网子网住了 直接打了半关去 但是这个真眼的话也是保不住了 双方的一个鼓度都在往野区支援 他起来的这个时机的话 正好可以争抢一下F6 就看他的一个成见了 不过南刀也来了 很可惜 南刀也来了 这边跳过来想留 但皮拉的胜利也是有位移 其实策划来讲 应该就是围绕自己F6来做 但这一波的话是没有成功 反而自己的刷野率 其实是没有 就是狮子狗升级这么快的 毕竟刚才F6被打了 对 就前期打狮子狗 一定要压着他的等级 就你让他晚到6的话 队友会好处 好处很处 中国的话 Faker这边等级压了一级之后 一直是 因为Miki回过一波加嘛 然后这边回家的那个时间点 对 也去支援了一波 是的 所以有点肆无忌惮地压着他的兵线去打了 还好这边的话Miki身上出了一个小猫抖风之后 Faker消耗他也不是太痛 突然的话刚刚这一套已经出标 这边上来直接打一套被动 想打出被动伤害 但是差一点点这个Faker血线也是比较低 但Faker手上带的是屏障嘛 也不怕你 对也不是很慌 但这样的血量必须走了 就走的话 6级了 漂亮 卡住了一个等级 这边的话Miki应该还差两个兵 还最后一个近战兵经验就升6 对一个兵 但6级的话 一套Faker有护盾的情况下 应该也是很难带走的 就只要说Faker大招不要空 对还是看技能的一波 还是怂了怂了 Faker这波还是要回 这个血量确实难道只要 就连大招都不需要放 可能就死了 就还是比较危险 就你护盾的话 你开护盾 我等你护盾消的时候再挂点燃就可以了 最好还是稳一点 因为毕竟前期还做了一把长剑 那下路的话 SKD是不是也把这个兵线放回来了 也是渐渐的 对面连加尔的一个动向 入侵到了自己下面的野区 等你起来之后 线上TIGS都有打出优势 下路线也反对回去了 然后中路也打回家一波 上路与现在直接是卡兵线 碰线了 前期优势比较大 当然也是对线的优势 他如果能扩大出 比如说团战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现在依然是SKD可以接受的 不过刚刚的话 TIGS也是把下半区的视野给争夺了回来 两个阵线是封锁住 不过这一波皮拉特出来 又是想争夺这个核区视野 毕竟第一条是一条火龙 但是掩卫看到他之后 这边辅助和打野直接靠过来 不太想放这个视野 就还是前期说 你刷的速度没有狮子狗那么怀碎 狮子狗已经回家做了两把场景了 但南枪的时候 还是必须多刷一波才能回去 那也就是说也去战斗力的话 其实南枪是打不过狮子狗的 但好像还要争夺这个红buff 难道这个时候在中路还没来 但这时候恶鱼是不过来 这边陈剑直接抢到了 这样等级是反超 是的 如果没抢到的话 其实恶鱼是有机会过了 而且同时追波 狮子狗得往上半区走的话 看一下小朋友们这边敢不敢偷这条龙 因为毕竟自己下半区是压线 中路也可以压线的情况下的话 是有机会偷这条龙的 F6也在 我F6收拾完之后 下路也去再轻一下 这边的话 狮子狗如果是去反自己的红道拉 这个龙其实是可以动手 还是想动下塔 因为他们下路这波也是有机会的 因为毕竟艾希到6级上单是一个圣的情况下 是有机会强阅的 看这波怎么说 这一剑闪现出还是中剑 小K这个位置直接是被打成了残血 还有一个治疗抬了回来 还有这一手维鲁斯的反手大招 也是把寒冰定在塔下 我想其实有鳄鱼在上路的情况下 你下路其实很难说动手 还中路一波大招没套上 那比较可惜了 但是飞会儿已经没有蓝了 这边的话小花生在往这边赶 一个护盾挂出来 Miki还在打 一个红buff挂在Miki身上这一枪 最后是由小花生一个Q技能收到这个医学 等于说这一波飞克勾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Miki这边是想配合鳄鱼来一波 不过忽利手里是捏着大招的 SKD这两个人在卖 这波看下怎么说 忽利是有准备的 这边看一下是想动小花生 这边直接逼了一个闪 那于是同时闪现过去定飞克 甚至大招也是交了出来 飞克反手一个大招定住了扇 狐狸下来被网住 那这一波应该不会再打了 SKD这两个人明显是知道你的人来了 就是在卖的 因为忽利肯定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们 鳄鱼已经过去了 就刚才那波Miki会不会 就技能是已经打完了 他走的话其实可以走 但好像他还是有点贪了 对 他有点贪 他是觉得飞克尔竟然互动引交了 我有机会杀飞克尔 对 但确实伤害的话还是差了很多 那这两前期中路并没有打出优势 那这波打完来说的话 野区的主动拳 再次回到了SKD 看下这条小龙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毕竟自己的一个下路一直处于一个压线的情况 现在中路来看的话 飞克尔也是可以持续施压的 小龙这一波 小龙回去之后应该是会找机会去动一动 就刚才那一波如果中俄没有动手的话 其实确实这条小龙是可以去争抢的 因为对方的技能已经较光了 但甚至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主动 这边中路是一直在连一直在加速 一直在去放一技能的一个毒牙 差一丝 但飞克手里是没有闪现的 应该是不敢的 完全不跟你讲到 我有一点点优势 就要一直把这个优势在线上给你滚出来 对 而且飞克这个出装真的很抗压 就这个催化神是加上一个不假 然后就你们也可以想再靠前期的伤害打我 是不可能了 一只卡兵线 先看一下小花是那个动向吧 现在应该是直接帮飞克拿完这个蓝buff 然后又把Miki赶回家了 我觉得是一个拿小龙不错的一个时间点 但现在的话 狐狸没TP没传手 所以说他们可能还想等一下 等一下狐狸的一个大招好吧 大招好的话 动小龙会比较保险 或者说等到TP了 毕竟鳄鱼这边有T 他可以接受吧 因为前面I7大招交完 但现在又好了 对 就只要有大招 下路是随时都可以开战 但狮子狗好像要抢先来到下路了 对 他们也是嗅到了危险 SKD这边双人路也是靠的很后面 对 不给你狮子狗的机会 现在SKD在自己一个肾没有大招的时候 他的一个中下都会打的偏稳健 等到肾有大的时候 再打的激进一点 会比较的一个稳妥 是忽妥这一手TP也是好了 看到这边小花生是在往下路去靠 下路寒冰的大招也是蓄势待发 但其实不得不说Tiger这里 维鲁斯加杰拉的反手能力也挺强的 你说3v3打起来也不好说 我是觉得前期SKD尽量不要打架 这个位置看一下 小花生在等 他在等狮子狗动手 手上人都是有TP的 这边的一个探战狗是看到了小花生的位置 就我们说这个阵容来讲的话 SKD前期如果打架 其实5v5是打不过Tiger的 说实话是打不过的 所以最尽量是 但是他们在动手后面 线手权又来了 就基本上Band的这个水晶剑 每一次都逼出一个闪现 或者把你逼走 李杰拉不在我就立马射 就SKD在 可能说5v5全部来的时候 不是特别好打 他们动手的时候 他们有个先手权 对 先手爆发一套秒人是有的 对 这边MyBear是知道了 在Rush龙啊 也是召集Miki赶过来不敢打了 嗯 脱了一半 直接是放弃了 毕竟中路往龙区赶的话 Faker这个位置 没事也不太敢过去 哦 这是要抢一区他了 你打的真的 看下路上路感觉上路 应该是SKD可以抢去拿到 这边的话没办法 不管你 就完全无视力 对 这个就是无视力 虽然说我前期威胁不了你的圣 但是我兵线可以持续压制你 那我打你塔可以吧 那这边SKD是帮助自己的队伍 帅先抢上这个E雪塔 E雪塔拿到之后 对 现在这个一闪线很难判定的 对 他比较细他那个判定范围 而且他卡的一个时间是 你拿刀被压线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时候对一个龙 Pagas是拿不到了 有可能拿不到的 不过这波Faker回家被眼卫看到了 塔前是有一个眼卫的在撤方 Faker刚刚回家被看到了 那这个龙的话要偷了 对 应该是要偷掉了 如果神女没回去的话 其实是这边他们不敢压的 对 而且Rocksager压线压得很深 这样的话直接配合 Rocksager就可以拿掉了 这个 看到你在上路露头 有不好的就是 这种被动换资源 其实没有必要 那这样龙被拿到 其实还可以接受 就只是上路一个人死掉而已 但他死之前还拿了一个E雪塔 这里三角草是有眼的 Faker这个出装真的是稳得飞起 对面Tiger这里 大多都是一个AD伤害 回家直接掏了个护臂出来 感觉金如盘石 是的 现在小技能可能就打了200起了 就我就打一个线上的发育和压制 但他塔下打 你不要想杀我 对 就是他线上 他出这个装备 他可以更加激进的去压制 虽然说我很难击杀你 但是你拿我没办法 我压你 我就换你血线 对 而且Miki这个选手 本来就喜欢打到中后期 这个赤源流走 我们不说了吗 参团率很高的一个选手 让出这样的装备压制着他的话 其实对Tiger的整个节奏也有限制 对 就是让他在中期跑不了 对 就是你始终被我拴在这条线上 对 你能站出来的人就没有了 你对于你队友的一个支援 就无形中减少了 这个Miki血线又是被压成的残血 这边的话 真的难受 这边也是被触号 对 没隐魔刀 现在都不敢待了 赶紧走 但没有了这 南刀的话 下路又有很大的一个压力了 艾希一直处于主动权的 就你中单回家的话 我这边就有一波也去入侵的机会 但是这一波由于南创在上半区所说 SKD也没有太激进的进去 就是直接让WARF稍微做了点视野 这个给了个商场特写 好像这个商场的这个换了 不是以前那个老头了 老头是对面的 老头是对面的 两边好像不一样 两边好像是一对夫妻 是 一个老头一个 五段召唤是下路的神秘是吧 对 两大负伤 对吧 一家人 但是这个商品是一样的 这个时间点 就是SKD其实一直也没有太管善 就是让善一直在 就除了上一波之外 一直让善去要么断兵线 要么压兵线的 SKD这种真的不要去管 他最好就不要去跟这边打一个 什么二为二的这种 就鳄鱼前期这种伤害真的很爆炸 但这个时间点其实善 就这个人是放出来的 因为上一塔掉的过早 他这个时间点 你知道他团战也没有开起来 所以有点荒废 就你压五线 你虽然说拆了一塔 但是你拆二塔 基本上不太可能 对 你最多就把兵线推过来 自己的身位也要遭到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对 只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SKD到后期 中路边的话 Faker持续地对Miki施加压力 因为Miki忍不了了 上来打一套 但是Faker不掉血啊 这个 大招都没套向你就跑了 我一技能吸几个兵 所以慢慢又可以回回来 是的 应该下路 因为就前期对面SKD给他们的一个野区压力 所以下路连一塔都不敢过去 对 SKD这种打法就是我上路稍微扛压 Miki这个需要要被攻击上吗 零星插眼 非常漂亮 这个眼真的插出了一个人 就SKD现在就是我上路扛点压 然后我中下打压制 这连架其实也在附近 压了一波 嗯 暂停了一下 压了半血 而上路晒 刚才是摸鱼胶扛了一下塔 谁是扛到了残血 诶 这边应该是Faker旁边 谁的机器 一脸迷茫 应该是Band的机器 对啊 感觉是不是关机了啊 这个在在按下面 好像是鼠标的问题呢 那为什么晒刚才有扛塔扛到要死的样子 这我以为是晒的电脑出现的问题 Miki的表情有点就是 心里有点难受 香菇的感觉 确实被压得有点难受 确实 就是在Faker选择出一套护架装备之后 可以看到他 就不击杀你 反正自身带的也是屏障 知道你Miki带的是点燃 你想杀我你杀不掉 就本来来说的话 蛇女这个英雄带屏障 在线上就是可以压着蓝刀打的 然后出装还是一套 这么稳妥的一个出装的话 基本上Miki在线上 是不可能想去动手的 他刚才也是被压得 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上来打一套发现 我打了一整套 这飞套就掉了一格血 而且可以看到 刚刚那一波其实Mite Beer在附近 但没有想到 其实更早的小花生 就已经呆到了一个F6的位置 对 你中路二打二也打不过 何况对面上单的支援 可能还比你的上单要快 一旦真的是2v2打下来的话 这个声势可以马上到 你这边是不可能去动Faker的 这就很尴尬 他现在能够依赖的点 只能够是鳄鱼这条线 但是鳄鱼这条线 一塔已经拆掉了 你对于二塔又不太敢去施压 因为鳄鱼现在出的是 两件输出装备 一个铁亚马塔 一个黑切 你在面对男枪 如果真的是来抓你的时候的话 你没有护甲也是很容易倒的 其实Tags真的要想打开局面 其实最好还是狮子狗去跳下 因为好像我是觉得下路的配合能力非常强 但一次没有去过是有点少见的 就你狮子狗连下路去都没去 就在你的一个鳄鱼 能够把肾给压制住的时候 对吧 打一个局部的一个3v3 是可以打的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 Roke Tiger的下路 打了有一点点 从头到尾有点拘质的感觉 因为基本上都是SKT 去主动求战的一个先手 首先是之前的一波视野 男枪做的视野 确实是让Tags下路打得 是为首为角 但其实刚刚看视野的话 Roke Tiger已经把自己下半部分 也就是也不控回来了 而且第一条小龙火龙也是拿在手里 我觉得前期 他目前 把这个Shine free from 出来的这个时间点 可以找很多节奏点和机会 总觉得好像 狮子狗在闷头苦涮 好像是 感觉野区是不太安全 所以他都不太敢 他无法主动开大进攻还是 对 他都不太敢去干净的样子 但不得不说 为什么大家都在对方选了男枪 然后你就去选狮子狗 这样的局面 其实就是因为狮子狗的一个主动性 是比你男枪强 然后刷野的话 也不会比你男枪弱太多 对 就是不会被拉开太大的一个差距 大家到六级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先手选择 发动进攻的一个权力的 对 但这一场发动不起来的话 那这个狮子狗没有被动可言 那越往后面 就往后期推进的话 你的一个时间差之后 你的被动是很难 在一部团战的时候 团战里去拿大鱼两个的 就你的被动叠加不起来 就很尴尬 就基本上后期就是一坨肉 就是一坨肉 对 你连伤害都没有了 就以前可能你出肉 但你有满层的被动 是可以对对方后排造成一个威胁的 而且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是 他们这边是纯护甲 可以看到SKT很多人 已经堆起了护甲装备 这个对 所以到了越是后期 护甲装备成型的越强 对他们的威胁 菜刀队就没什么伤害 菜刀队前期不打架 这就等于后面就 有点慢性死亡的那种味道 好 那这边还在等待 可是SKT确实在自己肾梅大的时候 他的站位基本上不给你几位 我们看到其实 狮子狗有去过几次下路 但是你可以发现 半河沃尔夫就直接站在兵线后面 我就站着 我拿W补刀 你真的是没机会开的 而且 如果你要硬开的话 对吧 你得去约他了 我觉得还是主动去推线主动拳 就推线主动拳 放在了SKT这边 对 就是你的兵线 一直是没有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这是 其实说白了 就是Ben和Wolf打得很聪明 他会认证 你狮子狗的一个动向 然后再决定 我该不该推线 对 就是你狮子狗 在上半区刷 那我就推线 压你的线 你狮子狗一旦是 没有你的视野 或者你有可能在下半区的时候 我就往后面缩着 后撤 对 基本上不会给你主动开刀的机会 有的推线主动拳的话 他的发育是可以收到保证 那就看上路了 上路晒的鳄鱼 目前来讲是比较优势的 虽然说死了一次 但是补刀 应该是领先有一个四五十刀 就看下路的塔 是哪边先破了 如果是Tagos这边 把对面先破掉了 那他的男刀 就可以解放出来了 靠着维罗斯在中路的一个琴线 是可以打一个131分带 对 只要把这个线换 就让人路换到中路的话 真的对于Micky来说 Micky至少带线的时候 没人能挡得住他 对 是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其实选手我觉得 就我们心理分析一波 来说玄学说 一定在想 接下来这些GAT 但不能沟通嘛 对对对 各自相各自在 对 要是真的如果关系特别好 一个小眼神 看一眼 看一眼 抬左眉 抬右眉 无发育 扎眼睛 打团 闭眼睛 看不到 好吧 可以玩一下 好像是 但是说实话 的确在这个比赛 很紧张的时刻 就是 其实现在前 中前期还好 如果是中后期的时候 进入这个长时间的修整 等待的期间 会很尴尬 对于他们来说 因为一直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小花生的粉丝 真的是遍遍全球 我画的跟一个 画的跟一个苍蝇拍似的 皮纳特 这个 还真的是花生 它画的 你刚刚才看出来了 对啊 我在想它那个英文 写的什么意思 现在SKD其实要考虑的更多 还是它的一个季后赛了 目前应该它季后赛肯定是 稳局第一 然后猫泡寨的话不会说很有压力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 Blank是在什么样的角度才会上 这个 SKD女粉丝 对 其实现场很少有 就是镜头拍过来 不挡脸的女粉丝 对对对 挡了 我正在说 听到了你说什么 但说实话 但Blank虽然只出场无场 但是就是全身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就Blank它还是虽然说一直做的小小的冷板凳 但是状态还是不错的 嗯 秘密武器 对 Micky怎么就每次扫到它的脸都还是这样一个 就比较僵持的状态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自己打得很压抑的时候 就心情不太好 就很沉稳 对 但说句实话我觉得它现在即便是对线的时候 被Faker可能说一直血线上压制着 但按照他的个人风格之前 在IEM上面他们打比赛的感觉 就是我就算是烈士 我也会冲到第一战场去打 对吧 因为他不站出来 队友就很难 就是他需要他中单来指挥 就是Tagas现在就要中单来代指挥 而且说句实话 难道这个英雄就是即便是 我觉得很多很多比赛看下来 即便是对后排没有太多的威胁 我可以起到一个牵制和骚扰的作用 就代线牵扯 对 就让你恶心 对 对 这一波的话看一下SKD的一个人员是齐聚在往下路赶 那这样一塔应该要放了 而且 Tagas再放一个塔 SKD一直在推 然后Tagas是一直在背后 再逼一个闪 真的是每一发神剑逼掉一个闪 三次嘛 我们看到三次 基本上每次都是逼掉一个闪险 就因为下路是一直被压 所以他的绕后眼也很难做到 所以鳄鱼每次想支援的时候 你看到鳄鱼没地方支援 就他想绕后没地方做 对 就SKD在压你线的时候 你后盘没有一个绕后眼 你基本上是不太敢追 所以你正面过来你也追不到 对 而且可以看到 渐渐的话 HUNI在自己的一塔被吊掉之后 这个补刀是慢慢的没有让这个 SKD拉开太大的一个差距 之前是已经扩大到了一个40楼 但是在我兵线接近二塔的时候 鳄鱼就不太敢压得太凶了 关键是SKD这个时间点 我兵线就是推过去之后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支援又支援不过HUNI 然后这边Tagas也没有主动求战 这个时间对于SKD来说是个垃圾时间 就很浪费自己的优势 对 就等HUNI做了一个推压马特之后 那基本上推线他也推不过了 就现在可能还会小压一下兵线 控制一下合照线 这波头SP要进行一个轮转换线 现在应该是把自己双路 调到一个上半区 对你的上路一塔 再进行一个施压 同时让肾去防守下路这个塔 这就是他们优势所在 就是我先推塔 然后我转到上路之后 你双路我只能在中路区少 但我下路的塔的话 你单人去带 我有人去支援也无法破掉 那现在TIGS能推塔的一个机会就更少了 他推不了塔 他的分带就很难实施的很开 不过这一波的话TIGS要动手 还是要盯住你的忽利塔 这波的话要直接上去嘛 三个人想去约忽利塔 直接是定到了塔下 伤害打过去 忽利这边只掉了半滚血 这边看一下能不能跑 应该是要详细打掉的 那人头拿到之后 但中路的塔就危险了 那让你详细去换塔 换一换二不赚吧 就算你多一个人头 其实经济上来说也没有太多 对啊 南枪也要来了 这如果这样 一下子两座塔换掉的话 其实对于TIGS这个逐龙 换塔和球战是得不偿失的 而且忽利刚刚死的 这一波并没有交任何的技能 就是他等一下复活了 还是能够马上参与到团战里面的 对 就强行把下塔推掉 让你难道有发育的机会 但很显然在中路来讲 你就更加没有防守的一个预定 那中路塔破掉之后 你的小龙还有侧面的一个野区视野 就很难控到 我感觉这个换 真的不是很亏的 比较亏 最亏的是这条中一塔 是最关键的 因为这边是想蹲一下 做视野的人 卧服这边上来 直接被跳一套 但是Metbear也不敢持续过去打了 这个位置 没有对面后方的一个视野 还是不敢推的 现在又是把忽利调到了一个上路 兵线过来 忽利再收一波塔兵 很舒服 应该就这一波要打了 这是一条火龙 SKT肯定不会再让对面 再叠一条火龙的 就双翠的经济是大于Tiger的 所以在塔兰 这个时候打塔兰 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结局 但好在的话 Tiger这里占据着一个河道的 主动的一个视野 所以SKT现在想过去 把这个视野布控的话 有点难 因为RoxTiger对面的人 是率先到达了河道附近 就看A7这一键了 不过这边SKT也是人员齐聚 要硬抢这个小龙视野 这条火龙肯定是不能让的 鼓里也是在拼命带线 手里捏着大招 这波团上可能要随时 拼机激发了 不能让对面开始打 看下皮拉特想抢 这条是想抢龙的 但是皮拉特反手是被钉住 甚是直接给大招 这个嘲讽是给到了 对面Matero 直接是隔墙闪现跑掉 这波还是给你太亏了吧 找到一个落单的Miki Miki这个位置可能很难跑 只能往对面塔下跑 但是难道是个跑酷男孩 看下你们PK的三强 他知道跑不掉的 这个位置如果往下面跑 是要被包夹的 只能往对面的野区反跑 我会跑酷 手里是有一个闪现的 好 手里是很难跑掉了 剪刀速 那跑不掉了 这个位置只要是被减速的话 基本上是跑不掉了 其实他想到他有闪现 也是 其实从侧面的话 他被减速到 就算翻墙 其实艾西是能追到的 就我就封你路嘛 我就往 你往那边闪 闪了之后 我就往F6走 我把你这条线卡着 你只能往我的塔里面跑 就算你会跑酷 你又不能直接瞬移 这一波SQD真的不 说起来其实是不赚的 就两条火龙来开的 所以两条火龙太多了 这条火龙主要是 小孩中想进去抢的时候 被吉拉给定住了 没办法 那位置没办法沉戒 对 你不如直接跟他对面开打 就艾西的剑其实肯定 有先手的一个机会 但是刚刚那波 雪晶剑的先手是速册了 而且开一台的速度有点晚了 对 主要是一圈血的时候开太晚了 他主要是也没有视野嘛 我总在手抓Tiger这边的话 在他们接下来如果说硬碰硬打炸的话 他们还是蛮想去跟SKD打的 20分钟肯定是Tiger一个巅峰期了 大家都来到了一个11级 就二级大招的一个状态 就这个时候是他们伤害最高的一个时间段 但越往后面推 就这个菜刀队的几个价值就越低 直接被比闪 反手一个大招抬了两人 但是队友也是跟不上输出的 是的 就白亏了一个闪现 就主要是Tiger现在尴尬的就是 如果说他不能够速战速决的话 在SKD把自己的护甲装 看一下这波找到Faker的一个位置 Faker没有多少蓝啊 这边抬大招引追 反手大招空了 不过自己队友赶了过来 这边Mickey只能跑 这一波Faker的风貌肌肉确实跑好快 这Mickey对他一点想法没有 但好像过来之后一个W 但没有减速的那也算了 就主要Faker这套出装的话 Mickey想杀他太困难了 护甲也高 然后血量也高 太瘦了 身上还有一个护盾怎么杀 就光他这个加速 Mickey就Abb出来他被动了 就这种感觉 这一波空蓝带线的话 推线是让奶刀找到一个机会 就只要一推线 然后让对方的人能够比较少 然后打打龙就好 他有同一个机会去动大龙 但是一波一技能已经探了出来 这波应该不太敢继续打了 打龙的速度也不是很乐观 这样的话 就虽然说你这个时候你打架厉害 你有两条火龙 但是你这个Rush龙的速度还是比较慢 尝试一下嘛 对就试一试 就两条土龙的话 那还是有机会的 这样的话 是你就继续呼你一个 你继续上不担待就可以了 对你让呼你担待 我是觉得给呼你 比较不错的一个时间去发跃了 对 就等一下呼利这一身物抗装出来 真的就是我一个人顶在前面 牺牲你三四个人伤害 没什么问题 就他虽然又补刀了 但是他的等级是一直保持的一个均衡的 就团战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硬的 这一件是 这时候你没闪现吗 死了死了 三个人的一波包夹 是成功抓掉了这个做视野的一个小K 这一场SKD视野做的是 确实非常的到位 这边想去单打皮拉特 但是皮拉特完全不怕你 毕竟两个人头在一手 而且还有一个布甲鞋 就面对菜刀队 我一个布甲鞋就是能解决很多问题 SKD这边基本上三手全都是布甲鞋 难道没打 没有大招的话 SKD直接开打了 蛇女士打大龙很快的一个影响 要强行Rush 对面逼了一个TP过来 看一下这边SKD 还没有放弃的一个举动 这边开加速 想去留人吗 还是要大龙 大招已经把他们留住了 他们想追 没秒了 奔的位置要死 一个斑也死了 一个嘲讽 两人还好小人的一个爆裂炸弹 是炸死了一个 同时在追死这个晒之后 这波大龙应该是阻止掉了 还好狐狸的嘲讽是把对方两个前排给控制住 加上蛇女的一波控制 然后皮纳特一波AOE是把对方前排打掉 不然这波其实是威罗斯的一个收割局面 还好这波是止损了 那都是一个互换人头 只要大龙大家都碰不了 但其实推塔的话 还是会让SKD抓到一个主动拳 就可以把中塔给破掉 一塔的话 狐狸一个人应该是很难防守 主要是清不了兵线 他就算是嘲讽就对面不理他就可以了 这边闪现过来 菲克尔这个位置留住小击 一个嘲讽人家拉住了这个塞语 塞语这个位置 只能被动的反打 但是还是打不过 交出闪现之后 最后一发毒是堵死了 还想追一个嘲讽 再留住麦特贝尔 这边闪现过来 一枪一个Q 小花生再受一个人头 这一波SKD是 那边视野是看到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没有想到菲克尔这么果断的一波闪现大招 闪现了一个W 他感觉对方应该是有回程 就等了蛮久 然后没想到再直接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大龙是真的要丢了 是的 这一波只有一个Miki怎么说 看一下 帅也来了 果断直接打了 刚刚也是 再没大招啊这一波 很难守的 如果硬打的话 可能要大龙加人一起送 这已经下了 而且分手也是有一个爱情大招的 现在是要硬打晒这个位置 没有大招可能要先交代在这 而且分手有一个大招留给了Miki Miki别嘲讽到了 交出闪现 隔墙走 但大龙就没了 大龙的血线还有多少 回血回上来了 天天的血回了一点点 但是你还是出不了的呀 除非Miki能过来抢掉但很难 Miki已经没有大招了 其实这个时候很尴尬 Tiger其实 你说也不可能直接放 想尝试找一个机会 但是你有卡尔玛在 卡尔玛给个RE群盾 也没有任何办法 其实当时这个晒没大招的话 其实就放了 这套龙没办法真的 看这边是视野看到了Faker 但是他们还是想打 这边闪现一个W把人全部留住 图里这个嘲讽闪现也是 桑用这个位置被嘲讽住之后 觉得已经跑不掉了 关键是杰拉是可以打反手 但是说实在 你面对有一个风奇的一个蛇女 你这个大招真的是控制不住她 她这个入场是肆无忌惮的 今天的一个龙怎么都是火龙 第三条了 拿完了 拿完了之后这边火龙刷新 SKD也是直接拿下来 没有让Tiger叠到自己的一个三火龙 但我觉得还是运气成分 如果这条不是火龙 那SKD其实前期内放的那条龙还是很亏 就这拿到之后反而你会发现 现在属性追上来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已经是过了Tiger的一个强势期了 就是25分钟之前 Tiger确实是打架要略强一些 但是真的你25中往后的话 SKD这个阵容完全不虚拟 前排你打不动 输出我比你足 而且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你上单优势不大 然后你的打也被动只有Eason 蹲到一个半阵队没有双招 但是第二个技能还好是一发主攻 带走之后这边的话 侧面Mickey找到机会也是杀掉了OF 再抓一个诺丹的皮拉特 但是皮拉特这个位置的话 不会很虚拟 这波皮拉特可以尝试反打的 你打不过的 没技能了 当时Mickey没有大招的时候 去追这个小人 我就觉得这个难招完全不用跑 这个难招完全不用跑的 这个Mickey肯定打不过他的 这个也是强行杀完人之后 还要去装一搏 把自己也送掉了 而且队友是因为要跟着他 所以其他线的一个兵线是没有守的 两个大文buff带过来 两座塔都要破掉 Faker狐狸完全就没有想去支援的一个想法 你们去抓我人 我这边就拆你两个塔 就算是我队友全部死我也是赚 对 你现在想碰你的蛇女这个点 是很难碰到的 主要也是因为你这边就算是杀完人 杀了三个 你这边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 你反而是要丢两个塔 你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资源可以争夺 大小龙都没有 而且你没有B线推塔 SK真的好稳 你看他打野做了一个学手之后 中午又做了一个金身 就你难道想在这一场 杀掉这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就只能去杀这个下落组合 对 本来我还以为他不是后来回合成鬼输了吗 没有第一时间合成金身 我以为Faker说 那我这个货币其实撑个属性够了 没想到最后上 我也觉得够了 真的够了 治天使之后又捕了一首金身 真的是 治天使够了 他这个金身就是球手稳 就是在如果说贝物路大到或者捷拿捆到的时候 我先金身毙掉你的第一套爆发 然后在你的爆发完了之后 我有护盾有大天使 你怎么都打不死我了 而且还有一个护盾 对 那上罗鱼丹带是被发现了 那好像会拖比较久的一个时间 但是走得很灵性 这个位置先要遇到小花生 但小花生这边有Buff可能要连着打 不过这边Miki 小花生不敢追 Miki在旁边待见 两个人交流有点问题 不过还好 没有上去 有人掩护 打了个掩护 直接后撤了 拿SKT的话 现在应该还是想 呃 再退一下上路的2塔 人家塞个这场 基本是 很难把他一个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他这种优势本来 你待不出去啦 你现在待不出去啦 已经 关键是这个大罗Muff拿完之后 SKT做了好多事 把这个大罗Muff 换成了好多思源 三路2塔 三路的一个2塔 南军之力快1万了 现在经济已经快 扩大到1万块 大罗Muff 应该是快没了 这样只能消耗一下 上路高地塔的一个水线 稍微消耗 消耗得蛮快的 这部兵线清完 清得非常快 但是他们现在是拖着等这个圣去带下路线就可以了 是 而且Tiger这边两个前排的话都不敢过去 你这边Tiger的一个硬开团手段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依赖维鲁斯大招一点的 你杰拉的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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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精神有制天使有护盾 你这边看你谁敢过来 过来我一个腹地一扑你就不要 关键是我还有忽你我还有卧腹 你要把这两个人也加进去 就四个盾对吧 四个盾加一个精神好可怕 关键现在这一手忽你的这个装备反甲也出出来了 日盐反甲蓝盾这个护甲装备 没人会碰你的 这边直接是强行推你的一个上路高地下 他虽然放了一个大招但琴弦也没有轻掉 而且狮子狗跳上去反手的话这边的话看一下 反手一个大招 迪牧也被留住了 直接是一个大招喷死了 杰拉之后后续团战应该是没得打了 迪牧在塔下 这个还有一个盾 被引燃烫烫烫没有烫死有一个这件事 对 侧面下也被留住了 依然没有死 一个一个开 那没有了狮子狗还有杰拉 感觉上是要一波了 因为你难道没有大招 一波比较难 毕竟状态太差了 这一波破一路只有往后撤 其实 可以 其实忽利是可以回承载过来 没有兵线了 就主要蛇女这个状态 两个盾已经交掉了 其实回一波比较稳 这边晒也要看到这三个人了 反手 留住了 一个嘲讽转线是越过了晒 好像没嘲讽到 对 这个就是说的就是嘲讽转线容易失误 是他的判定范围很小了 很窄 对很小 就他远的时候好放 近的范围不好放 就刚刚是嘲讽加上闪现 是刚好把那个身体越过了鳄鱼 对 就完全是鳄鱼卡在中间 没有被嘲讽到 只能自己太瘦 这个时间点SKT也是打了非常的稳 在上路水晶告破了之后 继续回到了家里补给装备 一万多竞技差 基本上Tiger没机会了 这个阵容 没有翻盘的那种可能性吧 本来就说过他们这个队伍的这个全AD 强在一个中前期 拿掉了拿到两条火龙的那个时间点最强 这个时间点反倒是SKT经济领先一半 而且在护甲成型这么强的情况下 你很难去处理他们先手打你的这个哭你 对 包括ban这边都是出了一双不甲鞋 你这边的一个鳄鱼加男刀的一个突进 其实对他们的后排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 你就算是去突banban这边也是有一个不甲鞋 然后两个一个剩一个卡尔玛的一个盾宝 还有一手救赎 对 你没有办法 因为SKT这种阵容就是你谁来我打谁 我不需要去突如井 也不需要管你后排 就我固住谁我杀谁 对 剩的嘲讽 这边阿西大招定住了三角三角 这边有闪现 但是定的时间有点长 反手一个大招留一手一个闪现 躲掉这一发嘲讽之后 Miki进场这个位置还不错 狮子狗跟Miki但是打不死人 刚刚说到的你这个伤害对于SKT的后排 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压力了 但反而自己本身就跟纸壶一样 这一波ban是把对方所有人都给射死了 这一波进场的时机 Miki和Mash Bell卡得非常好 他是在对面的低能控制打完的时候 选择的一个进场 甚和艾希的控制交掉的时候进场 但是你这个伤害打不死人 前面就说过艾希一双不甲鞋 卡尔玛一个盾一个救赎 你真的是杀不了他 反正这样两座梅亚也要被拔掉了 好的 那我们可以恭喜下SKT 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他们 整场比赛 其实SKT打的是非常稳健的 就是避免在前区 跟对面发生太多的一个碰撞 SKT其实也是很理智的 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下路优势线给保住了 就他们的第一波野区入侵 就是一集团的一个野区入侵 其实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去抓你的人 主要的目的就是保证 我的双人路拥有推线权 因为我的一波入侵之后 睁眼封锁你的一个打野的位置 我知道你的打野必定在上半区 那我的打野刷下半区的同时 我的双人路可以无限推线 对 不能说这一场 围绕皮纳特的视野区 视野做的确实非常的多 特别是上周吃的那个亏之后 在对方野区是布满了视野 而且下路今天拿到了卡尔玛 就上周就是我们就有说 就卡尔玛这个点 会不会说已经是重回到赛场了 就比较T1的一个地位 这一场却是线上压制的非常的可求 的确 SKT在前期的选择上 做的非常多的一个细节上的处理 那反观Taker的一个进场 杰拉你在一个风骑蛇女面前 很难限制她的一个入场了 对吧 其实我感觉他们在BP上 可以做一些思路 多多帮助 打有位置吧 我觉得其实Might Bear这个选手 你说英雄池量的不是很多 因为出场可能说没有像之前 之前这个C1上的场比较多 所以英雄池不是特别的深 而且这一把狮子选出来 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打得有点位手位脚 就当你在第一轮抢 手抢的是一个辅助 但你在围绕辅助方面 又没有做抬头文章的时候 那你整个阵容的话 你就搭不起来 就本来说我们说了那么多 但你手抢的一个杰拉 但你下路没有任何的一个发挥 然后反而是想让你的上野去联统起来 但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你下路拿的确实是有点亏了 就你在BP上是亏了一顿 其实SKT处理得好 就是他们知道 就是中期狮子狗几波 往下面动的时候 想去配合双方 去打点东西的时候 SKT几波都是在意识到 对面狮子狗可能来的时候 直接后撤 他整个往后撤 没有给太多机会 其实Tiger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 他们可以做一个应对 就我不一定非要 就是在下路线上给你打下 就是他们前面两条都是火龙 其实这个是就是游戏 给予Tiger的一个机会 就我压制龙的时候 让你过来强行跟我打 我就是我用龙逼你团 因为第二条龙团 明显SKT是想接团 这就跟蓝波体系是一样的 对 就你必须来跟我团 不然你就要放资源 但这条反而SKT 放了这两条资源之后 就依然是没有亏太多 主要那条大龙 那条大龙拿的实在是太轻松了 其实我觉得分析到最后 只能说SKT 没有出现失误 不给Tiger开团的机会 即便是有人被落下的情况下 他们就是能少吃亏就少吃亏 能卖的队友就卖的 不会再说后续的给你强开团的一个机会 就包括我拿完大龙 我这边野区被你蹲到一个 我的半被你鳄鱼蹲死了 对吧 你去追我人好 我这边下路推塔 我中路推塔 就剩那一波都直接选择 我不支援了 我就推你塔 我两个二塔 我三个人头 换你两个二塔 其实不亏的 而且我有大龙buff 没有任何野区资源 你就算杀了我三个人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资源的扩张 其实也是我转 这场男刀是先手选的 然后飞客是选的一个射女 所以在中路的一个对线上 那我们一直有说 Mikki是他们的一个队伍核心 但这个队伍核心 当你是在先手选了一个这种 男刀这种对线很容易崩的英雄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发挥出来 那你队友真的感受不到说那种干客 或者那种带动节奏的感觉 而且飞客这一盘 就是无论是从一个招呼人技能 还是从服装方面 都是特别求稳 我线上只求压力 我永远不会想去杀你 你可以发现他线上基本上就是把 男刀的血线给打到一半之后 我就越线 我就在那看着你 然后你男刀永远不要想动 就你前期的一个机动性 对于边路的一个压力 是永远给不出去的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比赛当中 男刀为什么能起到一个这么好的作用 其实他更多的是 给到达6级之后 他的游走能力 跑图能力 给到边线的一个压力 但是可以看到飞客一直把他牵制 死死地拴在了中路 让Mikki跑图跑不起来 这时候他们的下路 Ben和Wolf两个人就非常的轻松 就是无限压线 对 可以看到下一塔的血线 一直被消耗 一直被消耗 所以很早就拿到这一个下塔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SKT 他们运营上打得非常聪明 而且下路的话 我们也记得有一次 Rogue Tiger三人去包夹Huni 然后他们很聪明的是上路 双人路推上 然后中路的话 Faker一个人在推中 这个资源换起来就是 稳赚不会赔的 这就是SKT在第一 就是开局的时候 他们根据双方的阵容 他可以判断到 我这边需要去保我的双人路 我的那个入侵其实后续的打法 就跟他们开始预想的是一样的 我双人路肥了 我双人路能够拆你的 就算你的一个上单肥 但是你拆了我的一塔 没有做后续的文章 我的双人路在拆完你的下路一塔之后 我马上换上去 对吧 我的Huni就是扛压 这一盘他选胜 把作用打得也很明显 我就是扛压 然后你来越我的Huni 我不管 我退你的上塔 对吧 就是我给你换塔换资源 我永远是我的双人路在转的 对吧 就这一场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那种连胜的SKD的那种发挥 你会发现他在下路的一个联动 推塔的节奏非常的快 然后中路的话 一直是能压着对面打 那这是SKD一直支撑的一个方法 对 所以下一场 反正SKD如果能在对线上取得一点优势的话 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取胜的一个关键 但你对线 其实上一场他想拉架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想打对线优势 对 但因为野区控制 我没有说野区视野完全被对面压着 所以在对线的时候 对方又是有一个卡尔玛的一个推线主动性 所以他们一直找不到机会去打架 也打不出优势 对 其实Tiger上场拿这种 他们就是想的 我前击鱷鱼的条线肯定有优势 然后我通过线上的优势 然后迅速给你打团 但是SKD就是你这个团打不起来 就是你每一波狮子狗想去发动进攻的时候 那我双龙就撤掉了 这个团开不起来 然后唯一的可能两条小龙的机会 那SKD这边又没有给你开启团战 只是小龙被你抢了就抢了 后续的团战价是没有打起来的 我觉得还是打野的事情做的太少 就是你虽然就是说你下路没有压着的太多 或者说因为下路视野控制 所以你过不去 但我觉得他的大招至少其实可以开下去看 但这一场是已经 我觉得他已经心态爆炸了 对吧 基本上20分钟大招没有亮过 对 这其实不是一个狮子狗该做的事情 就是感觉其实他打到最后 这个Might Beer这个选手 就发现自己没有机会 就不会再去尝试了 就说既然没有机会 那我就这样吧 我就刷吧 其实这个反倒是你不尝试 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是吧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从结束之后 我们就坐在这里聊这个事情 会发现有点思维密集 SKD为什么强 我们发现他强在开始选好阵容之后 他会知道我们的发力点 我们该怎么打 就特别是一级入侵的那个时间点 先入侵好做视野 然后男枪出门带针眼 那个针眼插的位置也是很精髓 这也是作为强队一定得有的东西 就是我选完一套阵容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这个阵容的强势点 是哪条线 然后你的阵容的一个 最强势的一个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 就明显Tiger的一个强势时间点 是可能15到25分钟 这一段时间是他们最强势的时候 但是这一段时间 SKD就选择一个换资源 就是你来约我的下塔 我不给你打架 我换你的上塔 然后大家就对吧 对换资源的时候 大家最多是一个军事 你不可能你限我太多 那在我的一个强势性来临 就是25分钟之后的话 SKD可以疯狂的去跟你打算 而且SKD 你看到Faker的巡旗做的视野 是一直卡在对方的一个中路塔下的 就他每一次我们看镜头 都有中路塔下的一个眼 就这个眼不仅是防止 蓝刀推线之后的一个 也防止了一个狮子狗 蓝刀遮盘基本上推不了 对 它基本上推完线就得回城 然后就强行用命在推线这种感觉